五月是充满爱与幸福的月份 召唤县府办理四场次的 感恩晚会乡镇艺术巡演的活动 第二场于五号晚间 在普新儿童公园举办 邀请到重量级传统艺术表演团队 明华园戏剧总团 带来歌仔大戏曹国舅上鹏来 县长王惠美也与会欣赏 并表示希望借由巡演活动 让母亲们能够欢度五月的佳节 2024感恩晚会乡镇艺术巡演活动 第二场五日晚间在普新儿童公园 邀请明华园戏剧总团 带来歌仔大戏曹国舅上鹏来 一集的阵容卡斯华丽的服装 与舞台特效让人大开眼界 一看他人物一出场 就觉得很震撼 然后整个那个心就会开了 我觉得我们的县长很棒啊 我很喜欢他一直就很喜欢他 就很感谢县政府能够支持 这样子的艺文活动 然后让乡亲也都可以来 欣赏这样子的表演 我是今天才过来这边要看一下而已 昨天在那个花坛国中我没有去 蛮开心的啊 然后第一次看明华园 到我们这边的乡镇 然后演出 彰化县政府在这一次母亲节 举办了几次活动 让我们呢给带着妈妈 一起来度过一个母亲节 那今天是在我们补星儿童公园 举办我们明华园总团 由孙翠凤老师所领衔的 我们曹国舅上蓬莱 这次的巨马曹国舅上蓬莱 由无敌小生孙翠凤 继明华园戏剧家族精英联合演出 故事叙述曹国舅身为凡人 却动之天命 戏剧张力十足 我们这个艺术巡回最主要是希望我们能够 让我们的一些表演艺术深入到我们每个角落 那我们再来就是在五月十一号 在鹿港亚太度假村有举办我们的怀念金曲的演唱 包括有叶爱玲 殷正阳还有南邦二重唱 那以及呢 郑怡陈梦贤等等的演出 在五月二十五号 我们园林的园林园也即将会来举办 我们的这个台北爱乐管弦乐团 二十六号在一场南章话 属于我们的金曲怀念金曲 包括有黄辉啦 还有这个叶爱玲 那黄仲坤沈文成等等的这个 这个大咖欢迎大家一起来度过一个快乐的母亲节 2024感恩晚会乡镇艺术巡演 活动一律免费住场 后续还有两场演出 五月十一日晚间 将于鹿港一家度假村 办理怀旧金曲演唱会 邀请叶爱玲 殷正阳 等六组知名歌手演出 最后一场五月二十五日晚间 与园林市 园林园 邀请台北爱乐管弦乐团演出 欢迎民众席家带卷前往观赏 共同庆祝文行五月 接从心意展画线采访报道